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要考虑千亿财赤 我想是这样 他要考虑千亿财赤不就不能交 千亿财赤不就不能交 千亿财赤不就不能交 你现在说服不到市民 首先市民说到千亿财赤 为什么要加薪 而且要加3% 要是3%比通胀 要是通胀是2%多的 然后基层公务员 或者中层公务员又丟了你 我昨天在节目上说过 如果是懂得政治 你说我完全 我减薪 当然是最高的 中高级公务员减薪 最高的 穿就可以了 而那些减薪 我是加在基层员工上 那些痕心我不变 这个是最高的 到时就算 那些基层 那些基层是多的 他们分得很少 他有感冒 可能他敢言 但是敢言 说两句 难道他上街 但是市民呢 如果你言得很厉害的话 基层公务员了 那些市民都会觉得搞错 贪得冒厌 我们都没得加 现在是阿头 减薪光他们的中高级公务员 然后加落给你们 你们还想怎样 千亿财尺 这个叫做高的 当年再高的就全部减薪 但是你又怕基层公务员不认识 或者 然后 用一个 或一加薪 我经常不会讲基层公务员 甚至中下的我也不要讲什么 我们不要 香港市民不要 我都希望有些人好 即使是公务员 我们服务得不那么满意 我们做人不要那么坏 但是你这班官 你想想 4点钟 这四 都说十九 几十万 你加3% 当然你吃餐饭 我吃餐饭 你不觉得什么 但是官感是多差 而且6千元真的是不少 6千元 你剔开 6份 中下的公务员每人加1000 他们来说 都舒服很多了 乘坐车的小孩 你负罪了 现在又要被人负罪了 东方又要敬你 市民又负罪了 基层公务员又负罪了 然后你出来又说那些不考虑才财势 要安撫人家 搞累積財產就不要再加了 其實真的應該要減的 你問我 在政治上 說真的 你減2% 比如說 超哥40萬 19%4千 減2千 減8千元 你不會說40萬你做到人 39萬2千元你做不到人吧 你減2% 顯示共渡時間 很容易而已 當然也有些人說 你就算減了你 不用錢也要吵你 那你不能滿意所有人 你又是那樣東西 又想一又想二 又要做妓女 又要做政治牌坊 就是這些 我們快點說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但這些事情 我想真的很常有 不過這個需要 在公務員 公務員 家人工 我不知道算不算基層 女房屋處 的主任52歲 叫李璧琪 做甚麼呢 他的職務 原來就是要加訪一下 或者特激加訪一下 那些公屋 政府只做房屋 是不是有人住 之類的 那麼他 被人篤灰 說他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12月的期間 其實他就報了一些單位 到家訪 但是 廉政公署就發覺 找了 證人 他沒有去過 虛報 沒有利益 這案子沒有利益的 甚至乎找了他說過 說他有去家訪的家庭來做證人 誰知道那些證人 每個人都沒有見過他 又或者說 只是見過 有男 的房屋處主任 也沒有見過女的房屋處主任 那麼法官就說 第一 證人可靠 第二 你不是一個採取茅路的人 你52歲 就算是在案發的時候都50歲了 入職了20多年了 第三 他是很女性化的 絕對不會有出現那種 房屋主客以為你是 於是扶判他 十八條罪成的 當然是求情 這些我們沒有特別說的吞撲 其實只不過是為了吞撲 他做假就當然了 他來說只是打卡而已 沒去就說有去 當然是被人讀罪的 喂 唉 搞到他要坐牢 這真是抵錯 是不是 搞到他要坐牢 我覺得好笑 平時不太多事做 其實公務員 外出的公務員 他們真的習慣 很重要 現在我想他比較少 如果港州回歸前 我們為政權移交之前 水務署 消防署 警察 總而言之連警察 消防署也敢死 最後打完一張卡 或者那些康民署 外展 出去做事 那頭就是沙咀 打麻雀 在香港 還沒回到大陸的時候 現在做了一件事 所以 社會還是有進步的 有廉機 我們之前說過 上水 寶石湖路 我們前天說過 陸擊撞到一條小女子 熱凌溫就跑了 昨天的司機 今天司機 姓蔡 五十六歲 同一個童年 就在律師陪同客 上水警署 辭守 搞了幾天 但是 據悉為何要幾天 都去自首 找不到他 因為車是掛了假車牌 今天我看新聞 就是看了那麼多假車牌 記者會有後續報導 很明顯這些一定是影子的士 大家知道甚麼是影子的士 有時候 一輛的士 車的士 不是很貴 舊的士 可能不屁股 三餃皮 你把汤車旁也找到 忽略會動就行了 但是牌是事 所以有時候 有些的士掛過鬼牌 很多其實之前出現過的 譬如有的士司機看到自己的槍 他在北扶林 他在北扶林 他打給那個 我租客 我租給老鳳 他叫你不想去國海 老鳳叫甚麼國海 他叫他去美股 我剛剛看到他在 秀博平 在北扶林 為什麼 他叫他沒有牌 去賺錢 其實也揭出了一個 很悲哀的 的士現在賺到甚麼錢 已經這麼差了 但是還要人 一開二來賺錢 看看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不是 你怎麼掛假牌呢 你也解釋了 怎麼會撞到人 但是你找得多少呢 現在你找個大狀 其實不用找了 你斷了正老了 你最糟糕的就是衝燙 打牌也好 現在這條小女孩好在沒甚麼嚴重事 另外 之前定罪了 上訴 所有上訴 法官都不接受 因為之前的證據太硬了 證人 他落的口供 他自己的認罪 以及 隔壁的人 說哪一宗呢 就是這個李永熙 30歲的男醫生 我真的覺得他 又是這些人很慘 話說這個人 把震彈貼在賓州那裏 然後搭地鐵 然後身體 喊向少女 其實那些少女也不知道 我的記憶 是 第2、第3次的少女 有些人 只不過是有一個 我現在靠記憶 有一個邱班警看到 有一個邱班警看到 就跟少女說 那個男人是甚麼 於是停車的時候這個男人想走 被拘捕下 就回到警署 根據我現在的記憶 因為這裏沒有講到上訴案 你就發覺 警察還要恥笑他 你怎麼搞的 震彈在賓州 然後 根據被告的後攻當日 警察還要恥笑他 今天在上訴庭 還有說這件事 首先 官就說 他 不覺得警員 因為當時他不知道你是不舉的 他怎麼會恥笑你 其實這個官是很奇怪的 因為醫生的後攻就說 他因為他不舉 所以要找個震彈來醫療 醫治分修 當時警察也不知道你不舉 他怎麼會恥笑你 這是不食人間煙火 老實說我是警察 看到你批一張非禮人 他問你做甚麼 他做醫生 在地鐵站 還沒用到警察館的手伸 他問你怎麼會恥笑你 我都會恥笑你 我都會想你是不是不舉 但是你看看所有政工 老實說 下體貼著浸彈 目擊警員的政工 事主的政工會被人負責 然後你自己承認 陸警政工其實上訴就浪費了 因為他現在上訴刑期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你錯了 不改 30歲就不改 其實老實說 我就不是很 大的 因為他這些是一個性心美 他還挺好的 30歲 醫生 我叫你 你出來 66982429 你找我給你 我叫你一天介紹10個女兒給你認識 我有個老友 找女朋友走走走 正正經經的 叫你30歲 做醫生 叫你了 我跟那些女兒收錢 我不明白這些人真是很奇怪 休息一會 就像是這樣的 我會想兩聲